明天来,武汉肺炎疫情牵动人心,明星医院等公众人物,意识带头警示宣传和事发,起着表率的作用。 不过演员田普俊今天中午,1月23日,却因一篇科普是博文遭遇老名的诺对,我一当初发表的不当因是贵族论后一阵影响。 23日中午11点,田小姐上线破文称正确打喷嚏方法,请不要用手捂着嘴打喷嚏,用手臂遮挡喷嚏,田普俊的本一视频剧里感觉到打喷嚏的时候,大家都会遮住嘴巴,防止传染性细菌扩散。 但田小姐科普了卑美学校从小教孩子的遮挡方法,那就是用手臂遮挡,表示,与我们平常习惯有比较大差别。 田小姐的发文书中可能是好的,但因强调卑美字眼,那不少网民只乎光感不佳,怒对,这个时候要少说话,有啥不懂的问你老公,贵族是打喷气。 还有不少人表示,美美就全对的,发微博前给你老公先看一下,网友口中,田普俊的老公,正是千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,严格不算应该叫未婚夫。 去年2019夏天纽约某葬会上,大老王石宣布第三次求婚田普俊成功,让人生的领证白酒席。 王石比田普俊要大三十岁,后者正好跟王石的女儿王贝拉年纪相仿。 四线一人出身的田普俊,因为抱上王石的关系平不清云,屡屡发表不合十一的言论遭遇质疑。 前不久,因为写了一篇叫做《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博文》,大力赞扬英国人的素养和文化,被全网痛逼。 可能正是因为田小姐的不少次败坏好感结论,让其每每微博发文都被抵触,包括这一次的科普。 中文字幕提供